观法如画者 观一切解如幻化也 下面分开来讲 观者治之别民 所以在佛门里头 很少看到研究 为什么呢 研究是用实 不是用知 研究是用分别性 用第六意识 观不是的 观是用智慧 智慧要怎样呢 立心意识 所以佛家讲参 不叫研究 叫参究 究就是明了 怎么明了 怎么明了的 参明了的 不是也明了的 立心意识 心是阿赖耶 阿赖耶路应响 我们今天讲 记性 记忆 记忆是阿赖耶 阿赖耶 里面落下的种子 这就是记忆 这是心 忘心 不是真心 心意呢 是莫纳 莫纳是执着 第六意识 是分别 立心意识 就是不用分别 不用执着 不落印象 这叫惨了 惨要惨 惨惨 蛇也要惨 惨蛇 那么我们今天 没有用惨 我们还是严 严来严去 无论严多久 他的结果都是知识 不是知慧 这个要懂啊 知识边的事情啊 跟智慧不相干啊 如果要用餐呢 那是智慧 餐 他会开悟 小悟 大悟 大车大悟 他会开悟 特别是修大臣的人 不能不知道啊 你要不知道 你错用了心啊 错用了心 搞来考去 没离开六道 还在六道里头 绕圈子 永远离不开烦恼 尹 离头有烦恼 餐呢 远离烦恼了 生智慧 不生烦恼啊 这个 你要是真会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四 对五 没有知识 没有分别 不乐印象 那你真正是 装严重心 规范俱足 如果你还要是 用心意识 天天用它 其实讲 心意识用成习惯了 不知不觉都用它 你生生世世 用到今天 你能把它甩掉吗 那呢 你如果没有遇到 真相知识 甚至是把这种事情 讲清楚 讲明白 你听懂的了 你就误了 才真正知道 我过去所学的错了 为什么没进步 现在我真的要放下 开始放下 没办法完全放下 再放下几分之几 好啊 放下一分 有一分的好处 放下两分 有两分的好处 望中有真 我启信动念 百分之九十九十望 还有一分意念是真的 那就很可贵啊 希望你这个真点 年年增长 明年有二三分 后年有五六分 那就很可贵 真望如果能达到对比 一半一半 你就有信心成就了 舍着用真心 不用忘心 但是 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用真心呢 好像处处都吃亏 你要不怕 这个就是世尊所讲的 以苦为思 你不怕吃亏 不怕上当 不怕吃苦 你一直走下去 最后怎么样 苦尽赶来 你开悟了 你成佛 成菩萨了 不但自己 超越十八节了 你也真正立业 一些有缘种子 他从你身上 看到真正的佛法 他们也修到了 这些事情是好事 但是也不要放在心上 永远让心清静 永远让心平等 你的心心 跟道相应 跟心得相应 然后 你再看这部经 学东西不要多 这一步就够了 你会在这部经上看到 无量一眼 看到无量意 你才能依旧修行 你才能得 发喜充满 你的信心 运行 才真正是坚定 不已 不变了 那么你对于一生的成就 你就非常有把握 你不会再怀疑了 吃戒 吃苦 没有悲喜 你会感谢佛陀 佛陀真的救了我 大臣 无比殊胜的利益 你争得到了 你真正看到 一切法 如欢如画了 你能看到这个 是你智慧看了 智慧没有开 烦恼吸气 看这个世界 都是真的 这个可爱 那个可恨 你的心被染污了 你的心不贫 染污就不清净了 分别就不平等了 要晓得 清净平等是真意 人物不平 是妄心 你慢慢地转了 转阿赖耶 成大缘尽职 不知不觉 在哪里转 换一句话说 不知不觉了 你再转凡尘身 脱胎换骨 这就是一般人家的 该洗归正 这多快乐 这是多么大的洗事 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圆满 而且怎么样 要快速地圆满 顿时 顿悟 顿超 顿真 总在一念之间 总在一念之间 这一念之间 是 这一念之间 这一念之间 是 这一念之间